观众朋友们好 三高代谢宝并称中国道家理论 视人体唯一一个小宇宙 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 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置 提供人体自愈所需的必要原料 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 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 台湾亚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 但在服用了三高代谢宝四个月之后 症状明显改善 精神状态也变好了 三高代谢宝为您带来 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 众多见证者反应 不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高尿酸痛风还是慢性发炎 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 了解更多详情 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干净世界和游馆上面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办谈 我是童心 马上就到圣诞节了 提前祝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圣诞快乐 就这两天 在圣诞节之前 我突然听到一个古老的传说 以前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说是在冰岛 有13位圣诞老人 但传说中 他们并不是正义和善良的角色 他们会在圣诞节当天 在全世界游荡 吃掉调皮导弹的小孩 最可怕的是 他们养的宠物是一只黑猫 会吃掉圣诞节 没穿新衣服的人 这个版本 一点也不像是传统的 圣诞节的版本 听起来倒像是万圣节的版本 或者是服装行业 推出来的促销故事 其实西方的圣诞节 如同我们华人的中国信念一样 大小朋友都会穿上新衣服 一起坐在圣诞树下拆礼物 的确 圣诞节是美国人 消费最高的一个节日了 买礼物 吃饭 旅游 娱乐 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但是 华尔街最新的一篇文章说 美国人在这次圣诞节里的花费 虽然是更多了 但令人失望的是 不是花在圣诞树下的礼物上 那这些钱是花到哪去了呢 美国银行的银行卡数据显示 虽然玩具和电子产品的价格 在圣诞节前开始回落 但是人们在餐饮娱乐和门票上的花费 却大大的增加了 上个月的服务消费是增加了2.5% 而不包括餐馆在那的零售消费 却是下降了1%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买礼物的钱减少了 但是能和朋友 家人一同共度 美好时光的消费增加了 这看起来是个好事 金融专业人士和经济学家 也这么认为的 他们说 与购买物品相比 把钱花在体验上 能带来更持久的快乐 但是毕竟是花钱 整体玩乐成本的增加 可能会让一部分预算 并不那么富裕的消费者 感到了沮丧 那有聪明的观众就会想 今年这种消费支出的变化 是人们心态改变 还是物价出现了问题呢 究竟是哪个因素造成的 别忘了 我们现在还处于通胀之中 根据最新的消费价格指数 包括旅游和娱乐在内的服务价格 在过去年是上涨了5.5% 对 这个数字是比整体通胀率的3.1%要高很多 看来问题就出在物价上了 华尔街日报采访了 特拉奇 罗森塔尔和他的另一半 今年他们决定削减 节日礼品的预算 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更多的钱花在一起 共享美好浪漫的时光上 浪漫的事往往都是比较贵的 比如一同观看白老汇的演出 那此消比涨 但这个此消比涨的幅度是多大呢 特拉奇说 他将送给同事的礼品预算削减了40% 还减少了他通常给大楼门卫的小费 但是尽管如此 他估计自己的节日开支 已经比去年增加了大约800美元 那这只是一个案例 那这个情况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整体数据是怎么说的 根据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的数据 美国人今年的假日消费额是将近达到了1万亿美元 这1万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最新的估算是说 今年美国的整体GDP是接近28万亿美元 那这个假期的消费就达到了1万亿美元 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这个金额也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今年年初开始 经济学还就喊着衰退要来了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 这么强劲的消费数据和GDP数据 怎么也感受不到衰退或者是所谓的经济软着陆呢 但是除了在繁华的大都市 相信有很多人能够感受到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经济的这个数据啊 比我们的体感温度要暖很多 也就是我们体感到的这个经济的情况啊 是比这个数据要寒冷很多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银行的研究发现 尽管许多购物者原计划的消费额是低于去年的 但假日记消费额还是出现了增长 分析人士说啊 工资上涨和获得廉价信贷的机会 使这些储蓄者有动力花更多的钱 这就是啊 他们本想削减开支 但是最后还是没管住自己 花超了 但是花超了你总得有钱才能花吧 就是刚才提到的 一部分是来自于廉价的借贷 的确是这样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积蓄 来支付这种超预期的假期开支 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人 那美国银行的数据和调查结果 也是显示说超过40%的Z时代和千禧代 预计要借债才能度过假期 那报告还说年轻的购物者 正在利用先买后付这种融资方式 来支付他们前期无法复担的费用 那根据这个Adobe Analytics的数据也说 他说黑色星期五和网络周的期间 先买后付这种付款方式 占所有在线销售额的7.2% 这个比例比去年是增长了25% 那很多刚到美国的华人 可能对这种方式并不熟悉 那这个叫做先买后付的付款方式 主要是在过去两年疫情期间 急速发展起来的 这主要是由金融科创公司提供的 一种短期融资方式 他允许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时 可以分几次等额付款 还不用支付利息 但是分期的期限是比较短的 一般你要在六个星期之内还清 这个方式对于随意购物的年轻人 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 因为他没有银行那种严格的信贷审核 年轻人是很容易 从不同的放贷者那里获得贷款 从而进行更多的消费 但危险也就危险在这里 不少年轻人他对消费和物质欲望的 这种抵抗力相对于年长者是比较弱的 那现在又有了更多的来钱的渠道 那这就埋下了非常大的危险 市场调查机构陈坚咨询公司 在8月底到9月初的一项调查显示 说使用先买后付的方式消费的人 不仅倾向于大量借款和消费 而且还难以偿还债务 那调查显示是说超过40%的消费者 都有先买后付的债务 其中25%的人曾错过还款 另有25%要支付过期罚款 27%的信用评级是下降了 还有22%的人要与收债人讨价还价 商业社会怎么会有免费的馅饼呢 对吧 所以先买后付虽然他说起来不收你利息 但是逾期是要交罚款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逾期 那罚款的金额是迅速的会增加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消费数据背后 是相当一部分数字背后 是有着很大的风险隐患的 不过这在美国社会也是很普遍 很常见的一种现象 那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 不要因为冲动消费和物质欲望 而给未来增加了压力 那送礼呢是表达一种感恩和心意 如果真的在资金使用上面 有压力的朋友 建议你用最大的真心和诚意 去送礼物给自己感谢的人 相信在这个寒冷的圣诞节里 礼物的轻重并不重要 您的真心诚意会给对方 带来更多的温暖 还有啊 外出旧餐如果太贵了 和家人还有朋友一起煮圣诞大餐 也是一个增进彼此感情 共同度过美好时光的方式和过程 最重要的是可以省一笔钱 今天和大家聊的第二个话题 是关于南美洲阿根廷的 之前阿根廷新政府上任 要全部推行美元化 那最近中共和阿根廷 也是在这个问题上 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那中共和阿根廷 是在今年6月签署了规模为 13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 就是为了推动去美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 但是现在半年不到 米来上任了就来个大逆转 要在太平洋的彼岸开始打雷台了 在阿根廷全面实施美元化 这让中共又气又恼 12月20号下午 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有督透社记者就提问 他说关于中方搁置了中国和阿根廷之间 大约65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的安排 那中共的发言人汪文斌呢 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但是媒体对于他回答的解读是 一是他没有否认这个消息是假的 另一点是搁置的原因是 目前形势发生了变化 双方失去了平等互利的基础 那么米来上任 为什么要将阿根廷美元化 作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呢 为什么会来一个这么大的逆转呢 自媒体火星宏观专栏的文章说 因为阿根廷原本是非常富有的 但是到了1970年代 军政府执政的开始 这经济是一落千丈 阿根廷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从富的流油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段历史对米来这位经济学家来说 那是非常值得警醒的一个经历 他认为追求社会主义的绝对公平 给极左力量利用绝对公平 来号召中低收入阶层民众支持的机会 但是这些极左政客上台之后呢 就开始推行国有资本扩张 压缩私人企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 无一例外的是利用国有企业 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责任与权利 无法对等的这种监管漏洞 贪污腐败中饱私囊 这段描述表面听起来是在描述阿根廷 但是听起来怎么好像更是在描述 中共政权和中国现在大陆的情况呢 我们接下来看 作者继续说 他说米来还认为 在国有资本严重亏损 私人企业面对不对等的国企竞争 不断溃败下来 税收下降 就业岗位流失 国民收入萎缩 政府收支失衡之后 便采取了极为危险的毁灭性的经济政策 一边疯狂对外举债 一边疯狂印钞 那导致国民资产是不断的索水 恶性通胀 陷入无法自救的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也只有现在当局 采取这种货币贬值的方式 才能彻底堵住吞血阿根廷国民财富 刺激恶性通胀的这种印钞黑洞 才能够赢得国内民众同心协力 度过暂时难关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那阿根廷推行经济美元化 它可行吗 作者说在经济学理论或者实践中 这完全是可行的 无论你是选择使用单一的货币 还是使用核心的国际货币 或者是既使用本国货币 又可自由使用国际货币 就是国家主权中的货币权 那所以一个国家 它实行经济美元化是完全可行的 也是完全可以取的 那在阿根廷之前 其实实行美元化的国家 都成功的获得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文章还是很大胆的 文章接下来说 他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米莱烧的这把火 是非常及时的 因为那些与中共当局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 大多数都是经济并不发达 然后很多经济都是比较困难 内部货币政策也是失控 经济政策失效的 外汇储备中的国际货币 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一些国家 这些国家大多数在与中共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之后 它是说帮你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但是它拿到人民币之后 就通过离岸人民币市场换成美元硬通货去还债 或者够免他们紧缺的西方物资等 那从这个角度看 其实有些讽刺 中共现在是被自己的政治野心 逼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之中 其实现在市场对阿根廷是充满期待的 因为如果阿根廷全面推动美元化这样一个举动成功了 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将成为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改超换代的翻离和模板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在节目结束之前 也给大家做一个通告 虽然下周一周二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假期 但是我们的节目会继续保持更新 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周一再见 我们下周一再见